哈嘍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趙方聖人 那至於我要來為各位觀眾朋友們這個講演的生理 就在說 我在這個上幾集影片 我不知道跟大家講解說什麼 我就說我趙方聖人 就說我長話短說 這個精華來濃縮一下 就在說 我為什麼說我要對大家這個道歉呢 因為在說 我一直跟大家講說 我們陽明企業這個救治組織嘛 那我建立這個陽明企業這個救治組織 那我們就要即將來這個拯救世界 那後來說呢 就說我發現說這個太難了這樣子 因為我說呢 就說我認為說 而且是我的問題 我覺得說我的這個訂閱人數 剛才知道說我們這個陽明企業這個組織 就說我已經瘋狂啊 我已經這個 用我全身上下的力量啊 就說是籌備了很多的這個金錢啊 開了這個陽明企業 然後又找了這麼多的一個員工這樣子 那其實這樣子 我後來覺得說什麼 因為我們的訂閱人數還是不多啊 就是說 根本就無法拯救世界嘛 所以說 因為我就發覺說我的問題 我的問題就在於說 我跳太快了 我一直想要 趕快的去這個拯救世界 但我說事實上就沒有辦法 所以說我的速度會跳得很快 但我跳得很快 其他的人就不理我的話 那其實我這樣子 根本就沒辦法成功嘛 所以說我的問題就一直在於說 就是我拍片的模式 我拍影片的方式 就是一直讓大家覺得說什麼呢 我就是一定要 我就是一定要來拯救世界 那我後來發現說 你做什麼事情都沒有一定啊 像是我不是跟大家講說 我有在這個修行實踐嗎 我有在這個修行嗎 那我是聖人啊 就說我有在這個修行實踐哦 那我發現啊 就說 我就說我再怎麼努力去這個修行實踐哦 那我說我再怎麼努力去累積我的功德哦 那我說我再怎麼努力去這個建立我的陽明企業 我們再怎麼努力去這個執行 拯救人類的任務哦 這樣這麼的一個努力的去做事情哦 努力也不代表一定會成功 結果後來我就覺得說不管用啊 這個完全沒有用嘛 就一點幫助都沒有啊 我們的訂閱人數也沒有說什麼 我們有在修行 或我們的這個設備啊 越買越好啊 就會有比較多訂閱者 我是發覺說絕對沒有這樣 因為我們訂閱者 就是說有在增加 但那個增加的幅度哦 跟前一年是一樣的 就等於是說 沒有什麼改變嘛 沒有什麼圖徵的一個樣子 就在說 所以說我一直跟大家講說 這個世界末日要來 我說確實啊 這個世界末日要來 我沒有騙大家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大災難又來了 我也沒有騙大家 我是講東西的都是實話 那我就發覺啊 就算說我講實話 我講真話給大家聽哦 但是真的會想要聽哦 真的愛聽真話的人哦 沒有多少人啊 就知道這個世界上還是有很多人啊 一直沉迷在這個世俗域哦 那我就看著人們呢 一直在那邊愚蠢愚蠢愚蠢再愚蠢哦 這樣子 那很多的觀眾朋友們啊 我叫你們看我的影片哦 你們還是不去看嘛 所以我就覺得說 這就是我自己的問題啊 因為我就是太快啊 太快 就是說我一直想要 我在我的想像中 一直想要去這個拯救世界 一直想要去改變這個世界 那我後來發現太難了 根本就沒辦法改變這個世界 就是我現在就換個方式哦 我後來反省之後呢 我就換個方式 就在說 就是說我現在就是呢 我現在就是保持現在的狀態就好了 就是說我能夠做多少 那就做好現在的事情哦 我能夠救人類 我就慢慢救就好 不要說什麼 一定能夠救 因為雖然說我有能力啊 我的潛能很強 我的潛能哦 比那個世界上所有啊 什麼什麼任何一個人哦 都還要更聰明 還要更厲害 更有智慧 但是呢 就是沒有這個圓嘛 那就在說 有這個圓哦 世界上的人哦 還是太愚笨 所以我就發現說 這個是一個現實啊 如果說我想要改變現實太難了 所以說我還是從現在做起啊 所以我就說 我沒有放棄哦 我不會說什麼的 哦 我沒辦法成功 我就放棄 我就撕破臉 我說我不會這樣子哦 而是在說 我發現我自己的問題 就在說 我跳太快 我跳很快 然後一直想要說拯救世界 當然我們後續還是會繼續的 保持這個拯救世界的一個進度哦 但是就在說 我不會衝那麼快 因為我覺得說 我一直強求要這個 救世界 要救世界這樣子 那我強求要來拯救世界 那其實是辦不到的這樣子 就說這一切就只能 就讓它 讓它自然發生哦 就說 我只是該做什麼事情哦 我把現在的事情做好 那你看哦 如果說萬一我們失敗 那我們就是也是一樣啊 就我們裡面的組織成員啊 哦 該上大學的去上大學啊 該工作去工作嘛 反正我們在什麼 在什麼努力啊 也沒有人看到啦 這個世界上不會有人看到我們努力啊 你看哦 我們的訂閱者 有誰看到我們的努力嗎 有誰能夠看到我們的努力啊 如果說真的有人哦 看到我們的努力哦 我們努力了兩年 為什麼說你都不來幫忙呢 為什麼說呢 我叫你們要衝刺 你們都不衝刺呢 你們啊 都還是跟以前那個樣子一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人性哦 很難改變 根本改不了 就說我就覺得說 就還是算了 就說我要來拯救世界 我當然也會繼續拯救世界啊 但是能不能救呢 我不知道 所以我才跟大家講說 就是說 我們要專屬的修行嘛 那沒有人相信的話 那就算了 因為我們再怎麼努力哦 就算說啦 我真的做直升機哦 假設說我做直升機哦 我我我我呢 我真的拍給大家看哦 我帶攝影機哦 真的攝影機 百萬千萬的那種設備哦 還是一樣沒有人相信啊 因為呢 依照我們現在的進度哦 跟以前的流量 一樣沒有改變嘛 因為人們不相信就是不相信啊 不修行的就是還是不修行啊 所以我就覺得 這根本就很難改變 不是說不能改變 但是就是說太難了 而且呢 我太急了 因為我說這個世界末日 就是明年就要來嘛 那世界末日明年就要來了 我們今天有在修行的 我們看到 我們當然會緊張啊 當然會為大家擔心啊 那我就覺得說 就算了啦 就還是慢慢來 好的 這集就先講到這邊啦 各位觀眾朋友們 大家拜拜